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Automate 歡迎回來我們的漫威模組 今天呢依舊繼續召喚我們的英雄吧 那麼呢在召喚英雄之前 老頭呢稍微要跟 應該是說要回復一下之前觀眾的留言 有一位觀眾他說 老頭我們的無限手套呢 是有技能的 不過呢就在昨天我不是試了好多遍嗎 有人說XYD有技能 可是你們知道 XY跟Z這個鍵盤的位置在哪裡嗎 你們想知道的話 自己去看一下有沒有電腦的鍵盤 XY跟Z的位置在哪裡 Y的話呢離技能的那個欄位其實非常的遠 所以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我按下我的Y只會顯示一個十字準心 這個是算是指使恐龍做一些事情的一個準心這樣子 阿我們的XS鍵呢 喔是趴在地上 其實這個昨天 昨天那一集就已經趴在地上給各位看了吧 不然你以為我趴在地上幹嘛 我就是要按技能阿 再來就是我們的C鍵 嘿阿我們的C鍵呢就是蹲下 所以說呢 根本沒有辦法使用我們薩諾斯的這個手套阿 我不知道你們看的那個模組呢 是從哪裡看來的 可能呢 我這邊的這個薩諾斯手套跟你們那邊的薩諾斯手套不太一樣 我這個可能是山寨版本的 或者是說是有這個東西 沒有錯可能是之後的 之後的召喚物吧 才有可能吧 好 我比較能夠 能夠猜測的可能就是 呃滅霸這隻角色出現之後使用這個滅霸吧 使用這個滅霸才有可能 使用你們剛剛所說的什麼XY力 還是說你們以為這個是神奇寶貝 什麼XY力手錶之類的 什麼力技能 力技能 力造幻之類的 這是方招不是神奇寶貝 不要搞混了各位 所以說呢 留言終結者 這個是行不通的 我們的薩諾斯手套呢 依舊只是一個裝逼用增加自身能力的道具 目前為止 無法對任何的 生物造成巨大的傷害 嚇人用的就是了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玩具槍 沒有錯 它就是玩具槍 打人不會死 但是會有點痛 就這樣子 好吧 那麼呢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呢 各位應該有看見 這個我們道具欄呢 有曾經出現這個空間寶石這些東西 其實後來老頭發現呢 這些東西它其實是可以使用的 那每一顆寶石都有它的功用的樣子吧 像是這個空間寶石呢 它好像是可以在 這個周圍的空間瞬間移動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蠻屌的 那麼呢這些寶石會有不同的功用 所以說 我們就把這些寶石 召喚出來 來看一下這些寶石到底有什麼功能 有沒有 心靈寶石 現實寶石 我覺得全部都弄個10顆好了好不好 然後再來限時寶石 時間寶石 時間寶石 空間寶石 靈魂寶石 力量寶石 這些寶石呢 我們都來玩一遍 好不好 再看一下 這些東西到底有什麼 不錯的一些 效果 我覺得我應該站遠一點 我很怕這邊發生大災難 你知道嗎 這邊發生一個大災難 我覺得就尷尬了 直接炸掉 或是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我站遠一點好了 玩實在太危險了 你要知道這些寶石的力量非同小可 不應該在自己家裡玩 就好比說 你們知道鞭炮很危險 你還要在自己家裡放鞭炮 阿不就灰修除 千萬不要這麼做 我們要有危機意識 這樣子呢 才不會出事情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寶石 到底有些什麼功能 第一個是空間寶石的部分 我把它放在這裡好了 空間寶石的部分 它上面是說明什麼 我這邊直接看 利用這顆寶石 人們可以瞬間內 將自己所有物體隨意傳送 按一下 欸好像有船很遠是不是 喔 歐買尬 欸挺帥的欸 哈哈 它就是丟一顆手榴彈 很像類似丟手榴彈 你知道嗎 比如說 我把我把這顆球丟到對面 然後我就會順到對面 然後我就會順到對面 然後我馬上丟 我也會順到上面 然後這個可能會摔死 歐買尬 歐買尬 我已經快死了 天哪 這個有點痛 這個會把自己給完死 這就是我們的空間寶石 可以進行傳送 阿心靈寶石是什麼 可以讓 讓使用者進入其他人的思維之中 也能讓一切夢想思想意念 進入使用者大腦 增強精神力量 可以增強心靈的能力 可以改變對方的意念 試看 好了 有改變什麼 額外的抗性 降低水分耐力 消耗增加傷害 和抗性 呃 就是一個 吃了會增加能力的寶石 靠下去 傷害還是一樣爛 哈哈哈 我並沒有因為這樣子 覺得自己很強 好 這是我們的 心靈寶石 來 心靈寶石看過了 欸 力量寶石 這是什麼 這顆 這顆可以讓使用者 掌握一切試圖 呃什麼 掌握操控一切試圖掌握的力量 有點恐怖 呃 可以召喚什麼 呃 提升自身的物體攻擊力幹嘛的 然後呢 最大功率甚至可以引發星球毀滅能量爆炸 喝 這下密碼哥 射小 蛤 再一次 哇 我直接丟一顆隕石啊 阿這是要去哪裡啊 哥哥 Hello 哈哈哈哈 七百多萬 哇 這個這有點逆天啊 來 砸一下那隻鳥 可惡 我偏了 再一次 我都不相信 喂 阿完了 太低了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 這裡這裡這裡 欸幹 怎麼轉彎 哎呀 不行 我一定會成功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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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說看各位丟到就 嘿 他媽真的還蠻準的吧 哈哈哈 再來呢就是我們的靈魂寶石 這個靈魂 呃 這顆寶石擁有竊取操作或修改靈魂的能力 寶石不可 不可 呃 寶石不光可操作生命靈魂 甚至死靈也能起指揮 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寶石 好 嗯 欸幹 我怎麼變透明了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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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不出來 我還操作什麼啊 哈嘍 欸 這樣咬得到我 呃 完全不知道有什麼作用欸 我知道他現在非常的憤怒 睡覺吧 不好意思啊 嗯 靈魂寶石沒什麼作用 好 再來呢就是 空間看過了嗎 時間不知道 欸時間沒看過 限時寶石也沒看過 我們已經看過心靈 然後空間 靈魂 力量看過了超大顆隕石 然後現在現在我們就是什麼 我們就是時間寶石 看一下說明好了 這顆寶石能讓使用者到達任何一個時間點 無論多久或遙遠或未來 哇 哇 欸等等 時間禁止 欸欸欸欸 啊這跟上面手術的不一樣 我現在是慢動作而已啊 障礙一次就回來這樣子 這個讓時間瞬間禁止欸 呼吸 欸不行跳起來不能用 呼 哇慢動作寶石 到底有什麼 哇 耶 喔 算了 好爛的東西喔 到底能幹嘛 我實在不知道 你連你自己動作都變慢了 那你到底是要做什麼 如果你是說 周圍的生態全部變慢 然後你自己的動作是正常的 我覺得還有他的 效果在 你連自己都變慢了 這到底是幹嘛 看爽的嗎 應該是看爽的 好那再來就是 現實寶石 人們往往說某些看法是真實的 而使用這個寶石可以真切的 好不誇張的把它實體化 就是可以讓 東西變得真的這樣是不是 好我們看一下 回歸現實 好 發生什麼事了 不知道 嘿嘿嘿 好喔回歸現實了 嘿 我突然覺得好現實 哇好現實 超級現實 嘿 這些寶石呢 所有大概幾顆 我看一下 123456 6顆 6顆大概只有3顆有用 其他的不知道在幹嘛的 好 我們再疊創三小 哈哈 好吧 算了 既然都已經用完了 大家就知道這些寶石的功能 好 那 目前我所看到的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們覺得 這些寶石其實還有其他的用途 你們也可以在這個影片下方 告訴我 告訴我說 欸其實這個現實寶石呢 是可以幹嘛幹嘛幹嘛之類的 好不好 寶石看完了 我看到有些留言呢 非常期待看到我們的黑豹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想看黑豹啊 想看了嗎 想看寒家一 我偏不要 我要看浣熊 浣熊看完了 我們再看黑豹好不好 行不行 我想先看一下浣熊嗎 拜託 讓我看一下火箭浣熊 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下火箭浣熊長什麼樣子 好 看起來非常的浣熊 那我可以騎嗎 可以 我已經變了一隻浣熊人了 然後我負重了 為什麼他會有一個 嘟嘟暴王龍的skin 為什麼 把它丟掉 這是故意的嗎 然後我負重了 欸這浣熊的能力其實蠻低的欸 雖然血量很多啊 但是他的負重好低喔 沒關係我可以動就好了 浣熊先生 喔 喔喔喔喔喔喔 到底有沒有射到呢 喔這個臉色有點猛 移動速度 Bling Bling的快 右鍵 我跳起來慢動作 欸沒有右鍵 浣熊先生只有左鍵功能而已 嘿嘿嘿嘿 哇塞 五十九萬怎麼來的 我是 我是想說你 既然 要開槍 你也給個準心嗎 還是我自己製造準心 這樣製造準心好了 但是他還是不往上射阿 有射跟沒有射一樣 真的 他的射 他的射只有就是 以他槍子直線式在射擊而已 他沒有辦法 打上打下 好 浣熊先生再見 很高興能夠 把玩你數分鐘 嘿 接下來看一下黑豹 我覺得有些觀眾可能受不了了 他們可能已經KIMOJIWARUII了 就 讓我黑豹 不然我就要 喔沒有 你看一下 黑豹 看見了 他 他 怎麼 我 怎麼覺得這黑豹稍微瘦了點 黑豹 我記得在 電影的黑豹還蠻壯的阿 有點可惜 他的身形 他的身形我有點小失望 我覺得他至少應該要美國隊長的體格 對不對 但是這邊的黑豹看起來稍微顯瘦 不覺得有點小小瘦不拉低的嗎 不過整體看起來還可以 可是他的腿是怎樣 那個 美味蟹棒嗎 就是那個螃蟹的那個腿有沒有 螃蟹的那個 那個剪刀啊 那個剪刀的肉是不是 也太 也太鮮瘦了點吧 我們看一下 左鍵 扇魂鐵爪 那個是潛月叉 右鍵是扇魂鐵爪 Double扇魂鐵爪 好C劍 欸不對啊那這樣的話 這隻應該至少要有隱形功能 我記得黑豹不是有 有一個有隱形功能嗎 他這個沒有把它加進去 哇靠這個攻擊 欸其實 打下去的那一瞬間還蠻有爽感的 有沒有感覺 就是好像有點類似就是那種攻擊速度過快 有沒有 然後大概過了幾秒鐘才會 你們知道那個 海賊王裡面的那個嗎 海賊王裡面的那個 布魯克 都必須要先敲擊一下 那個劍餅還是什麼 然後他們才噗啊 然後才噴血這樣子 大家就這種感覺 哇為什麼我們家外面這麼多動物啊 是時候來玩一下的有沒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路過路過 路過 路過路過 路過路過哇塞 路過路過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哇這每秒震動 十萬下這個爪子 每秒尻十萬滴 幹什麼 跑一跑跌倒這樣子 可惜了 沒有其他功能 呃 不錯啦我是覺得他 攻擊至少有做一些效果在喔 不過整體看來 這隻黑豹看起來 這怎麼感覺還是很奇怪 你不覺得他的這個骨肉怪怪的 尤其是他的小腿 他的大腿這個部分有點做的太過於奇怪了吧 就感覺好像身體狀手很短 你不覺得他手很短嗎 然後腿很粗 那個比例完全就 怪裡怪氣的 好不太會形容就是了 好吧算了今天就先到這裡了 好不好我們把一些東西介紹大概一部分 下一集呢我們再看一下 要不要介紹一下蜘蛛人吧 好要不要再把玩一下蜘蛛人 順便把滅霸也弄出來好了 我覺得大家應該也蠻想看滅霸的對不對 那麼想看滅霸的話呢 記得在這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下一集就會出現也說不定 或者是老頭可能會把他排到最後一集 誒這也有可能 好不好 好吧那麽今天先到這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左下角和訂閱 按右下角和喜歡 我們下方留言或是在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漫威模組 再見面了拜拜 製作人的影片 請按下留言 請按下留言 by bwd6